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河画镜和山河设计图 以及心灵宝与新特性 首先咱们来看探命玩法 山河画镜 正如上周的爆料预告评所示 该玩法可担任或组队自由参与 少侠们通过女挖镜破进入画中期后 只要连续通过12层 即可成功离开画镜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在画镜中 仔细观察形态刻意的缝影时 再做出选择 或许能让探险更加顺利 若是偶遇并帮助了受困的赶路人 你将获得他们的奖赏哦 是时候伸出你们云珠的双手啦 接着是山河设计图内容 等级大约或等于50G的少侠 在登陆测试服务时 才会自动接到 巨型任务山河设计图 完成任务 即可开启山河设计图里边的 宝兽之券与新德之券 包含44种召唤兽 100多条剑文 少侠们在解锁召唤兽剑文的同时 还能体悟到新的技能 这可是能让召唤兽变得更强大 实力更上一层楼的好机会 而解锁的技能 一只等级大约或等于50G的召唤兽 尤其只能装备一个部分特技 给特定召唤兽装备神 还将触发技能的额外效果 至于实际效果如何嘛 就等少侠们去实践时间啦 最后是新灵宝与新特性 新灵宝有把兵如意和昆仪战鼓 新特性则包括了天道 闪现 而且还调整了灵宝规则 则等级大约或等于89的玩家 可以使用部分灵宝 这里小芙蓉提醒各位少侠 为配合资料拼测试 7月21日维护后 至7月28日8点期间 将会天下和决战华上玩法 将赞不开放惠梦山和相关内容 还请多多留意 而其他资料拼内容 也将在后续更新中逐渐交入 少侠们敬点期待 2020年的七夕装体活动 终于在本周官宣启动 而王家们期待已久的 七夕信量情义离合 和七夕情缘金碧祥瑞也即将推出 现节单位活动第一期 雨昕新歌月星汉 在7月21日8点 至8月4日8点活动期间 等级大约获得于30级的玩家 上线可自动获得一张竞菜券 打开个人空间 进入七夕竞菜活动界面 即可查看自己的当前竞菜宿舍 并参与竞菜玩法 丰富经验 金钱 传银框等礼品得你来拿 更有连续14天发布 七夕竞菜话题 抽取锦衣礼盒 和青云金碧幸运名单大奖哦 赶紧动动手指头 说不定免单的欧皇就是你哦 本周文污后 暑假活动便正式进入了第二阶段 7月21日8点 至8月11日8点 在全部服务器访收 各个人物模块的背景故事 也有相应的剧情推进 比如活动NPC红宇 不甘落后于良琴 以家乡下感来体验人间文化 获取灵感 想为豆豆创作更多有意思的服饰 于是便有了本次还任务主题 灵性撒三件 小副本 赤紫仿三招 则是收藏有各地的山水渔情图 寻找让豆豆神魂勇库的方法 还有整点怪boss 绿灵汉匪 所以少侠们 记得别光顾着满头刷刷刷 多快看剧情还是蛮有意思的呀 锦衣蓝现有的30个格子 对于爱美的少侠们来说 那是绝对不够用的 毕竟这份暑假又会活动大奉送中 还有即将到来的七七限量和东皇锦衣 怕是要有一个魔法衣柜才能装得下 在了解到少侠的刚需之后 本周维护 可以将一锦蓝的上线 游算之客提升为80个了 再也不用成一锦装无下啦 不过小芙蓉还要提醒各位少侠 此次只是调整锦衣蓝上线哦 开启的条件并没有调整 依旧是可以选择彩果 击下果 心意开启 好了 本周的我会久读到这 咱们下周再见 拜拜